感谢这位兄弟的留言 希望在下一个奥运周期 能看到黄肠底线的装备 其实这不是我的目标 因为让这些专业的羽毛小运动人 用上我们的装备 这是资本的较量 就是给钱就行嘛 就比如说我们45天物流的话 我们一年大概花个2000W 我们要做这样的服务 我把这个服务给去掉了 我可以让大把的羽毛小运动人 用上我们的装备 但是他们用关你什么事呢 关我什么事呢 就算林丹安赛龙 他们都用我们黄肠底线装备 你不喜欢用 你还是不行啊 所以一个装备好不好用的 最终决定权 我觉得还是在消费者手中 我不能因为看到安赛龙在用 看到林丹在用 看到阳城在用 我觉得这把牌球外号打 这不是我的创业初衷 都违背了我的初衷 我的初衷很简单 帮助应该帮助的人 让大家都有自己选择 求外的机会 什么赞助国家队 赞助求新 这有点违背了 我们皇上底线的创业初衷 也希望兄弟能理解 未来看缘分吧 好吧 赞助这个事情 其实需要契机 但是我心里想的是 我浪费这个钱 我不如把这个赞助钱 审败回归到我的消费的身上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格局比较小 谢谢 理解